饭店的炒蜗具为什么那么脆口好吃 原来不能直接炒 也千万不要去焯水 炒之前多做一步 清脆爽口又入味 大家好,我是大树饿斗 今天给大家分享 一道非常脆口好吃的家常菜 蜗具炒肉的做法 蜗具清脆回甜,越嚼越香 比肉还受欢迎 首先准备两根新鲜的蜗具 把它的叶子给掰下来 如果叶子比较新鲜的话 它是可以吃的 其实生菜也是一种蜗具 属于叶用蜗具 我们常吃的蜗具属于禁用蜗具 把叶子去掉后 用刮刀刮去它的外皮 现在的蜗具特别嫩 外皮也不老 可以轻松去除 去皮后把蜗具斜刀切成段 再把蜗具段立起来 改刀切成薄片 大约2-3毫米的厚度 因为蜗具前端细 后面粗 靠近后端的片比较大 我们把它对半切开 这样整个蜗具片 大小就差不多了 全部切完后 放入个大盘里面 我们朝碗中加入点盐 再加入一点白糖 把蜗具抓拌一下 杀出里面的水分 其实不管是盐还是白糖 都可以利用渗透鸭的原理 杀出蜗具中的水分 如果只加盐的话 腌出的蜗具就会太咸 加入白糖 不仅能够更好的杀出蜗具的水分 还能中和它的苦味 充分装盈后 放在一旁 腌制至少10分钟的时间 接下来准备一些去皮的五花肉片 我今天买的肉比较瘦 您也可以选择三肥细瘦的五花肉 这个五花肉片 大家尽量切得薄一点 大约2毫米的厚度 配料方面 准备几个去皮的大蒜 改刀切成蒜片 全部切好后 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再切一点姜片和蒜片放在一起 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小米娜 去地后 改刀切成圈 主要用来蒸香 蒸色和提味 切好后 和姜片蒜片放在一起 做完这些事情 我们的窝具腌好了 大家看一下 杀出了不少的水分 把杀出的水分倒掉 重新加入清水 把窝具快速地清洗一下 洗去表面的盐分和糖分 洗完后不要浸泡 也不需要挤干水分 直接倒出来沥水 准备一口无水无油干净的锅 加入一点植物油润锅 这个油一定不要多 因为五花肉片会大量出油 油温适成热 把全部的五花肉片放进去 调成中小火 慢慢地煸炒 我们要把五花肉 煸干煸香 煸炒出油脂 煸炒五花肉的时候 一定不要开大火 那样炒出的肉 容易口感发硬 等到五花肉片都少变色后 趁热加入一勺料酒 激发出香味 并同时挥发到有腥味 再加入一勺生抽 激发出酱香味 也给肉片入个底味 再加入适量的老抽 不断地翻炒 给肉片上色 接下来把姜片 蒜片和小米辣放进去 把它们炒出香味 同时把肉片炒得干香 等到锅中的油变得清亮 不浑浊 就说明锅中的水分 已经彻底炒干了 这个时候 就可以加入一勺剁椒酱 翻炒几下 炒出香味 炒香后就可以把蜗具放进来了 调味很简单 盐就不用放了 加入点糖提鲜 再加入点胡椒粉蒸香 提鲜剂我就不加了 因为有五花肉提鲜 接下来开大火不断地翻炒 把调味品翻炒均匀 并让蜗具吸收五花肉的香味 我们的蜗具切得很薄 很容易就熟了 大约翻炒一分钟 能够闻到蜗具成熟的香味 即可起锅装盘 因为腌制过 这样炒出的蜗具特别的入味 吃起来清脆爽口 回味微甜 一点苦涩味都没有 还有浓郁的肉香 五花肉也是肥而不利 焦香入味 特别好吃 喜欢的朋友 还不赶紧去试试吧 我是大厨饿斗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 我们先试试 请您关注 我们先试试 我们先试试